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会相扑这样的另类武器 凭借自己独特的本领 高求在宋徽宗时期长期担任殿帅 掌管晋军长达二十余年 对于这样一个奸臣 好汉们都巴不得他去死 那么高求最终下场是怎么样的呢 在经国度和攻打宋朝以后 高求跟随宋徽宗南逃 此时与另一个奸臣同贯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被同贯留在四周 后来就生病了 并回到开封 于靖康元年并死于开封 高求居然是生病而死 并不是死于梁山好汉之手 实在是好汉们的一大汉事 在大家的印象中 高求曾经迫害林冲 林冲没办法 只好投奔梁山 估计有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 以林冲的本领 要杀高求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一方面高求自己有兵权 林冲进不了他的身 另一方面 跟林冲自己的性格有关 林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下手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芋房 芋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